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将彩金超过500万不需要登记 彩金会直接传入户口 不用再在投注站派长龙等取现金了 你还可以用生物认证快速登入 登入名称和密码都不用入 更快更安全登入投注户口 配合买码会转数快 就可以即时过数去自己的银行户口 透过手机APP完成几个简单启动步骤 还可以即时升级至全面投注户口 有了电子钱包 从此投注、提款和存款 都可以轻松完成 出快六分钟即时开户 无逢交接 数码投注体验 大家好 又来到赛马PhD科研班了 今天我捉了重达上来 说什么话题呢 就是赛后功课怎么做法 老实说我当时做过赛后节目的 但我自己是很害怕的 你做赛后节目吗 我做完现场做赛后的 立即要做直彩 因为我自己不是很喜欢立即做功课的 例如赛后速写 现在报纸上写的 之前都是我写的 交给你了 我不用烦了 为什么我会这样想呢 就是因为我喜欢先放久了 一来自己输了 我加了很多主观感情 二来我觉得马车越持炮越好 因为我觉得赛事水准和赛比较 慢慢看就比立即开主意的好 你现在工作也很坏 其实我以前也是即做的 我以前不需要写的时间 我也是希望即做的 只不过当你去到贵中的时间 有时候懒惰就会拖了 否则其实都是即做的 是吗 今天不是说说经历的问题 是说究竟你有什么要做的呢 其实每一次跑完 当你要开始去看影片 整天都说你看影片 你首先一定要很清楚那场马的模式 模式包括了 它到底的偏差是来什么 它的捕捉形势是来什么 这两个东西你一定要有的 如果不是你看那条片 其实没什么意思的 就是所谓找把尺先 对了 找把尺先做哪一份 先捕捉先还是场地 因为我一跑完马就立即做的话 其实理论上偏差的模式已经有了 就是 一天跑完的时候 大概都知道 大概都知道的 只不过当你再看影片的时间 就再肯定确认那样东西 所以那个其实不特别 要再去找那个模式的了 其实就是要做时间 时间就一定要做的 先做时间才是 即是 那已经有了 只是做时间 其实时间因为 其实现在 每次的场地 它会有 都会那个时间 那个分野都很厉害 有时可能会全日快 全日快的意思就是 每一段都快 亦都有可能是 全日都不知为什么是慢时间的 接着你一看 就会发觉 为什么长长都是前面慢 后面快 其实照计就不会是这样的 一定是跟那个场地有关 所以你一定要调那个时间 调那个时间 所以就不单止是 因应那个场地快慢 去加回 或者是减回 而是可能你要分开一部分 就是每一场 就是每一场 譬如快速局 譬如1200 1650 你全部都要在前面 譬如可能是要加回快 因为它全部的地板 但是它的直路又很快 接着你的直路要减回 其实你是要这样的 就是可能 你一个路程拆开了一半 前面是加后面是减 或者前面是减 后面是加的 不一定是全程加 或者全程减的 你说1200和1650就有得称 但是如果1000 一日一场 1800又怎样 其实我当然知道 当路程不同的时间 如果你用同一个条法 总是会有少少偏差 但是你都迫着一定要做 都要做 所以其实我不是用同一个路程去做 其实我是将全日 看完 譬如我只分中距离和短途 我只分它的末段 平均 譬如全部都是慢的 直路一定是慢的 接着前面 譬如前面是快的 前面是地快 你将1000和1200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填 这也是 因为有时可能错 但也要做 然后再因 就是这样 如果你再说 深入一点 其实 怎样调 你会觉得最后找到一个比较对的 首先 你要做几个不同的时间的模式 最后你再去对回那天的赛事 你觉得哪个最似 那你就用哪个 譬如 你第一个 不要分前后的 只是拿一个总时间 譬如那天 所有长次都是慢的 那你就算平均每400米 譬如要加回 应该说减回0.11秒 这样才算 那这个是第一个模式 即是那种时间 你不会觉得哪个路段 特别有问题 不用了 接着地是快的 其实不想那样 就已经是用 一个时间 拿总时间 拿总时间做了一个 接着再分路程 又做一个 接着到最后 可能会分路段 可能这个加这个减 你做了几个出来 接着你再看那天的赛事 你配上去对 那其实哪一个最似 因为其实有些 你会知道 这场赛事 即是这只马 放到前面 没理由散到这样 应该一定是快速 不会慢 那你对回之后 发觉哪个模式最似 你那天就用那个 来改弄所有 Carlos 原来是这样的 所以 你这个 就计了出所谓 你的断续 即是在写报纸 是吧 那个呢 其实是这样说的 到底你说那个断续 出不出息那样东西 未必很准 但是你说快慢步骤 形势是什么 其实是七八成准 应该 你这个七八成准 但是我多加两成 我用章福原那个 同路程比较 同班次就更好一些 但是我會再加多一層下去 將你再加多一層 我覺得挺準的 如果斷促最準的一件事來說 其實原本我也認為 張福元說過 用同路程當然是最準的 但其實它的基數太小 那不是你什麼都對得到的 所以我也是覺得 其實說真的一天 如果你拍法局九場 其實我覺得九場都不夠 因為其實總有一兩場你用不著 即是大長途那些 其實都不夠 但都比你用兩三場 所以我不可能用同路程去做 但我有你的打底 將你的打底再配那個 我大概會因得準一點 但又有一個問題 我經常都有我自己的做法 其實都經常有些 越跑越快或者越跑越慢 你有沒有因這個 有的 所以尤其是押了地的 最常見的 譬如押了地之後 可能整體會快回兩三線 那些長次的時間 那我就把它當作不同路段調 以上次的田A為例 即是冠軍賽馬日那天 其實押了地之後 我覺得快了 其實 其實 那些狀況也更厲害 我想一個邊 有大概一兩成的賽日 是需要有上下半場的調的比例 即是你用押地的說法 通常是押了地 即是 譬如上半場這個路程 你只不過是把它調回一線 但是下半場可能是線半兩線 我自己覺得可能再多些 即是因應 越跑越快或者越跑越慢 再多些 所以我覺得至少入五成 都不能用張福元的比較 所以是很難的 很難的 因為你發覺不是 當然有時第一場會特別快 即不是計算那樣東西 但其實整體越來越快 或者越來越慢那些 經常都會出現 一有那些 根本就很難比較 如果你說用越來越快 即是譬如下半場 我說押地那個 其實那些都會比較好處理 我覺得 是的 最多都是下面那邊 加快一點 其實最難是真的下雨跑馬 當然這件事香港不多 但其實我有遇過一種 因為跑馬的時間 都繼續下大雨 這樣那個是很難的 那個它會是 由第一場去到尾場 其實那個直路的時間 可能只差一秒 那種其實是要兩場兩場 這樣動的 譬如我知道的 前面的 譬如那個直路大概1萬6線 左右 但是去到最後那一場 譬如是1萬秒8 那你不能一刀切 那你就是調兩場加多少 接著再調兩場又加多少 即是用一個比例去 去循序漸進地加 但這個當然不是盛行出現的 不過老實講 其實你講到說 下雨打雨戰這些 其實你還會相信時間嗎 我只是做樣的 做出來的 我大概要知道那個步速 其實我不會相信那個斷速 但我相信那個步速 OK 為何會經常做這些時間調整 因為每天的場地狀況不同 當然看小學回來 即是速度等調整 就是調整場地之後 這樣你就可以在不同的日子 那裏比較 當然它的理論是很簡單的 就是其實將每段路程的時間 拉回平均數 大概因到那段路段是怎樣 但是它那個終極的目標 其實就是覺得時間是受場地影響的 所以如果你有調整場地 然後你首先要拿進步速 第二就是可以比較不同日子的賽事的時間 但是其實說就容易 做就照做 但是很多時候都撥在一邊 我自己 例如下雨那些根本無能為力 其實是沒有可能的 你沒有可能調整到什麼 不過只不過你是說想因發步速 我其實真的想知道是那個步速 但是因發步速 你其實看那個圖案 大概都猜到 被掩蓋了應該都是當快的吧 但其實又不是這麼一面倒 很多時候 一場馬裏面 你看到有兩三隻掩蓋得好 但是它依然是有些前置馬跑也好 所以其實那個步速 真的要做 其實這件事會有幫助 其實我們就說真的 後來就搞很多所謂鴛鴦地 什麼廣場地的事情 早期經常都是研究步速 主要都是計算段速 這就是基礎的事情 因為那時候 因為以前自己可以計算猛 然後一知道大概那隻馬有多厲害 就已經是殺鳥 但是後來最麻煩就是馬會公佈了那個分段時間之後 基本上是一目了然很多事情 變成那樣東西沒有得殺鳥 然後我們就要向其他東西賣手 都這樣說的 有好有不好 它不好的就是以前 其實那個所謂 譬如我們計算拉斯400米段速 馬會它沒有公佈 它沒有公佈 你大概看到總時間 譬如頭馬的斷速 23秒4 然後你見到這隻馬 由多少個馬位開始追 找間尺度 這樣去計算 要自己這樣因 這樣是麻煩的 公佈了之後 但是你說是否真的 大家都一目了然就沒有用呢 其實都不是的 尤其是化學局 化學局是一泥地 為什麼 因為其實那條直路不足400米 它計算400米短速 其實你會見到有時候 有些馬是 數字出來好的 靚靚的短速 但是它只不過是省了位 入到直路之後 其實你會見到 其實那個篩 去到終點前 的篩都沒有一段特別厲害 但是它的短速好的 反而那段速就好像很厲害 對 那些要小心一點 其實菊草 過了半個彎之後 就過了400米 因為菊草只有300多 沙泥地也是這樣 沙田就這樣 就不關事 因為沙田就足400米 如果你說這件事 又配合場地 因為你一說鴛鴦地 那件事 以前就說 在裏面節省那些 賺光了 但是 我們經常在說那些 說了變不好之後 又不知賺或蝕 所以你說馬會公佈了那件事 就是斷速 大家都知道 你知道哪一隻馬 做的沒斷勁 但是其實到最後 你還是要看片 對於它走什麼跑線 轉彎蝕多少 你才知道那隻馬 好不好 說到最後還是要看 還是要做 其實我們講了十幾分鐘 都是講講場地 和跑道 加上那些斷速 好了 知道這些東西之後 接著下一節回來 就是講怎樣看帶 好 回來第二節 講講怎樣看片 我看片 剛才說了 我只是等它報名我才看 就是盡量遲些 就越遲越準 我自己覺得 但是說回什麼叫看片 小時候 就是在家裡 剛剛有錄影機 冷招式 就不斷錄了馬 那些董彪那些 然後那些賽事片 有在那裏 就在那裏看 小時候就經常在那裏看後照 嘩 追得很厲害 然後賣下去 然後是長期輸的 長期輸 是嗎 總而言之 為什麼下次又不那麼厲害 那時候報速也不懂 其實香港沒有人懂 那時候 但問題是 後來一直這樣學 後來已經發覺 一定要有尺才行 因為說真的 你一快步出賽事 後上那一站馬的勢當然是好 所以沒有尺 根本就是白體 如果看眼睛這樣 我覺得是順道 錯 現在你有了尺 應該有什麼要兼顧呢 其實當你有那些東西之後 理論上 譬如你這場 你判斷了這個模式 這場是應該利追的 還是利放的 基本上 你只看馬會公佈的走位 你再看小小片 其實你已經知道 哪隻馬表現為之好 哪隻不好 但是 看片有兩樣東西要看 第一 就是直鏡一定要看 直路那裏 就是他不是真的完全是網空的 你看到他好像是網空的 你以為 但其實有些看直鏡 都不是 原來前面不斷有馬仰 這樣已經差很遠 這個一定要看 另外一樣 其實我相信是大家都最喜歡看的 就是騎士發揮 最常罵的 騎士發揮有些都真的看得很好 但有一件事 就是題外話 我真的想說一說 整天都說我幫助潘頓 其實你覺得我真的有幫助潘頓嗎 其實我沒有 因為你喜歡潘頓 你潛意識根本就是喜歡潘頓 所以那些說話 你根本就是 變成崇拜他那種 其實我沒有 我就不會崇拜 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客觀 沒有 你有時的語言之間 你會覺得他是厲害人 他是厲害人 但是其他就是廢柴 沒有 或者是賤種 是這樣說的 你說騎士會不會有一些發揮不好的 你先不要說動機 總之你看到的東西就是發揮不好 每個騎士都有 都有 必定有 狀態都有一個問題 其實你問我 你說我買下去一隻馬隊 那個騎士 就算我判斷他不是動機不良也好 他是故意明書我的 你說我會不會很生氣呢 其實我又不太會 因為我覺得 那個騎士都會 我買下去 他這樣的跑法 代表我選錯 我一向都不生氣 我做戲這樣做的我會生氣 但問題是 你死遠一點我不生氣 你不要走光那些我最生氣 但問題就是 我一來不生氣 二來我覺得你交戲就行了 我覺得 其實有時候的事情 交戲是一個專業操手來的 絕對 說真的 你打開了 大條直路 你前面沒有準備 然後你在這裡不騎 你大了 就是打橫來 這樣也可以 但你交足戲 你轉去找馬塞了 拉了 就是 檢查了 沒辦法 我催你不想 雖然我會覺得 要不要走那個位 但是 你那個位置檢查都沒辦法 我覺得這些為之交戲 潘頓是一個交戲的人 所以 有時候 你明知道 他那場馬戲都不是老 但是這樣交了戲 你沒話說 但是 你說我是挑剔雷神多些 這個事實 但因為雷神那些很奇怪 我會見到他前半段 那些事情做到一百分 做到足 其實你如果不是 你不需要搏這個位 那些事情做到這麼好 然後做直路 一釘出來看空 然後他突然變成第二個人 那樣 很奇怪 氣力不計 為什麼你要這樣做呢 所以我會說多些 但是 這樣說的 這個是前言 其實我覺得 有時候一個騎士 在最後二百米 你覺得他發揮不硬 他很接近地 輸了你的批 那你當然是火滾 那一場 但其實是否代表這隻馬有跟進價值 其實就是 經常不是 就是 就是經常不是 那一個原因 其實在那裏 那麼後期 其實當然 很少可說 那隻馬很厲害 騎士強硬按了他 其實這個就是很少的 只不過是你看到那隻馬 差不多了 也不是那麼多 那有個WIN 就輸了 那他就不是很努力 跟你爭個PACE 即是有時候不是說 幫他講話 而是真的 可能他專業判斷 是可能 是輸了 不是那麼多 總而言之 對 好 我想有片看 那你看一下 譬如我選了一個 譬如是 莫雷拉 其實閃電 一場禮地 其實我們可以看最後 閃電 現在紫色3 7號 即是現在出閘尾 現在流到尾2 前面放的那隻 就是一隻 時事滿意 那你看看 時事滿意這場 放出來 他最後就放掉 扔掉贏 那閃電 現在在尾2 其實他轉彎 三四疊上回之後 我想他去到最後200米 他是一個有權 爭2、3名的位置 他跟2、3名那些馬 很接近 但是你看到 雷神就不硬 你看一下 他什麼為之不硬 這裏沒有問題 這裏沒有問題 然後 現在跟他爭2、3名那些 萬眾力德 就是金黃衫、紅毛那隻 現在是二疊的第七、八位 然後另外龍藤飛翔 步速偏快 但地可能也有少少利遲別 不要理遲別 黑白衣 閃電現在 打開了 去到270米 還在打邊 沒問題的 這個位置 是在差勁的 跟著 一分僵之後 開始你覺得 那動感是否不夠硬正 其實你隔離那隻二、三名馬 差你大半個身位 就是這個泥底來的 如果你隔離 你感覺你硬正 你看看後面那個 你看看後面那些 推騎下去的力度 足夠很多 你的伸展都不夠 說真的 如果你買下去這個第四 你是會有些火滾的 大哥你和我砌 有機會爭屁 但是其實 我就是說 如果買了一單WIN 你覺得OK WIN就沒事的 WIN就輸了 他一轉彎之後 他拾了那四下 左手邊也有 他發覺沒得 他發覺輸了 輸了 接著他就 應該是怎樣怎樣當 好 但問題 如果你買了一些長馬 你看完他的發揮之後 你覺得 你下次一定要買 那你就錯了 因為其實他砌下去 我當他過了裡面那兩隻 拍照 未必錯了 是 你不知道 但是我們 我就錯了很多這些 我以往一見到這樣 有沒有搞錯 下次就 因為你要把東西量化 其實我就當你過了裡面那兩隻 拍照 其實都只不過是 跑前多四分三個馬位 其實只不過是一個很少 如果你說 你把他不盡力 放大了 那你就糟糕 所以其實你問我 一場馬 在最後二百米不盡力 其實對那隻馬 最終的距離 那樣東西 其實影響不算太多 不過以做表演來講 做節目來講 你也知道我做多少 那些 菜前那些 我要做大戶 排位送飯那些 播這些是零射好看的 因為他們喜歡看的 節目效果也好 然後 是不是 這樣 所以這些事情 是容易放大的 老實說 是 但有另外一種 就是說 其實很多時候要看直鏡才能看到 就是 他不拉出來看空 其實這個 我認為影響會大 比剛才閃電那種 有個記憶猶新 剛剛星期三 跑完 其實都挺過分的 我覺得 跨道後 我們可以看看跨道後 那一場 就是剛剛這一場 剛剛 星期三 其實跨道後 紅黑三 現在四五檔出了閘 現在大概守住 第五位 這場馬 三號 其實這場馬 我覺得 加里不單止這個直路 其實它中段那裡 我應該覺得 處理怪怪的 現在你看到 前面四隻 就脫開了些 即是第四隻 但它的位置是好的 我記得它埋了欄 然後守住 也不是 有沒有埋欄 其實這個位置 你覺得沒有問題 它現在二碟 跟著中城區的外側 第五位 但是 步速慢之下 中城區即是二碟 它賣了欄 它這裡 你看它 它捉得很緊 其實 如果你感覺到慢步速 你前面那四隻馬 跟你有這麼多距離 它還是鬥得很緊 你這個要求很難 這是一件事 但是 加里是否真的感覺到慢步速 你又不可以當它這麼 我不知道 我就當它為何這麼奇怪 為何會在那個位置要鬥 好了 到了臨灣的時間 沒有問題 它自然就追回貼 OK 那就好了 你看看它直路的發揮 現在在內蘭 不過有時候開車都是這樣的 我見那些開車他們 沒有跟車那麼貼 不會跟那麼貼的 好了 這個出二碟沒有問題 這裡都像樣的 你出二碟加速開始有勢 你會跟著中城區 好了問題來了 你一出來之後 其實 現在你看環境 你大概知道 這條線應該是中城區的屁股後面 其實計證 你應該沒有看空 來到這裏 中城區騙了過去 最後這五十米 就應該看空 跟著其實它沒有什麼 加大力度 隻馬都飆回前 這個其實 我覺得影響一定大過你 趨拆的那個力度 因為當你前面有隻馬的時間 那你前面等於有夢長 那你那隻馬怎麼會加速 其實不會的 不過以我看直鏡的問題 有時候未必是說 跟屁股那麼簡單 給一枝鞭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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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鞭 有些馬是會縮的 所以其實有一個鏡頭 不是很多 坊間有一些收費的看帶 是有同步直鏡和 即是兩邊一起看 對 但馬會那個 我們這些就要看兩千 沒有錢的 轉來轉去 對 即是比較麻煩 但如果有那個 其實是很好的發明 我認為方便些 方便些 方便很多 大哥 省了一半市場 我們麻煩些都做到 所以我認為這一種 在你日後跟進的 其實那個價值是大過 剛才閃電那種 是嗎 其實這個直鏡 你一看到 其實經常有很多 有很多馬刀 你以為那個位夠 但其實它前面是有些東西 養著其實不是很夠位 這些其實你記錄下之後 你發覺有很多馬 其實之後 都會有一個進步的表現 是來得很快的 那這些就 動機不能估計 不要估計 我經常都說很簡單 你是覺得是廢 還是覺得是奸 但是你估計什麼 都是這樣發生了 是看現象的 但是剛才那個 我覺得很噁心 你一滑出來便有了 你先看空 大佬 而且你旁邊是提空 當然我講很多 是馬嵐之間 那個位是否霸到 那些真是電光火石 那些是更加難判斷的 有時覺得 尤其是內難也是 譬如聖德出息 最近都贏了 但他贏之前 又是有一場 應該都是波見事 他又是直路 他搏內難 如果你看橫鏡 你以為那個位 有與無之間 因為其實 他又不是在馬屁股下面 他是有隻馬在二碟 他在內欄 你看到那個位 好像也夠 但如果你看直鏡 你會發覺 那個位 他前面那隻馬 可能有點斜 就是 對著屁股是夠的 但其實前面 再看下去 就不太夠 其實那個位 他有超過一百米 都是一個塞住的位 所以那隻馬當然不走 之後再出便馬上變身 也不是的 你說633 我忘記了長次 超級強組 你現在 大哥 他再出來那個勁法 你就知道那一場馬 直路根本沒有 就是馬完全不捐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看完廣告之後 我們回來 還有片看 現在從前往 跟他招牆 說得到 他會一直到 那些馬上 那些馬上 都會平生不息 方俊輝 變稱馬迷也枉延 有我方俊輝 座鎮升島 加上江湖角路平馬家 一直混雜 跟著升島齊齊勝 其他馬步怎麼比呀 還有, 逢賽馬日加料十六大版 貼士厲害, 數據證 有我, 豈不是就贏了 Cut, 下班 第3節, 繼續說看影片 其實看影片有很多看法 個人有不同的東西看 有些看騎士發揮 有些看過勢 有些看不轉腳 諸如此類 但最糟糕的東西, 又是我小時候的 或者以貪方便的東西 只是看直腦 等於有些節目只播直腦 那些是最糟糕的 因為… 直腦賽也可以 直腦賽也可以 但問題是, 你看那段 根本看不到很多東西 因為如果我是騎士 我需要在那裡搞 所以我想帶一個問題 有時你看到我們做現場節目 我們罵得比較肉緊 很多時候不是在直腦 是一個騎士組斷的處理 為甚麼呢 其實我認為他一場馬 有時是在… 一隻馬到底有沒有爭勝機會 不是在直腦決定 是在前半 到底他拿了一個甚麼位 已經決定了他的勝負機會 大概是怎樣 又不是騎士決定 可能是拆騎指示 我即是說那隻馬的… 那隻馬的位置 根捉拆騎指示 即是沒有彈性 你又不知道有步速快慢 然後照跟就死了 所以其實你說 包括看騎士的發揮 如果那個運吉 其實他全程要運吉 全程要運吉 但是他早段的運吉 其實對那隻馬的影響 可能更多 例如剛才我說的 閃電 你最多就當加回四分三個馬位 但例如有些例子 我認為你是可以加兩三個馬位 即是如果你看完那場 你要加回權的話 兩三個馬位好多的 兩三個馬位 我個人保守一點 市加三洩三疊 怎指兩三個馬位 嚴重不利地壓實條欄 怎指兩三個馬位 那個你是說主觀判斷來加 都不是主觀 我有客觀數據 賣變是黏地的 外面是好地的 那都只差一秒 一條直路 我只是猜一件事 那都五個位 我只當他這場馬 如果他不是這樣發揮 他應該是有權贏的 如果他最後輸了兩個半馬位 他有權贏的 我便加回兩三個馬位 OK 其實 你是很保守的 你的東西 即是 是否看完片 直接看一看 剛剛今次賽事都會出的 我們看美麗在線 這個場次是 613 在哪裡 是馬步速 大外跌 美麗是 美麗採衣 一件而已 你見到他現在在外面出來了 其實他可以放的 你先捉住 沒有問題 但你了解 這場馬 我調整過頭兩段步速 我調整了之後 慢到七線幾八線 很慢步速 而這日利前置 好了 你前面那些勁力十足 在內蘭那些 每個人都被扭住 你被人撐住四疊 那你是不是不如走呢 他不走 他根本已經 剛才給了兩步就糟了 根本就可以放 好 一直撐住 其實你看看裡面 後面的馬物質質 你捉回後一點 你會有機會放到 去一二疊嗎 沒有可能的 一路一路撐住 撐到那裡 車前倒後 這裏在四疊 又撐回幾步 撐回幾步 撐住他回幾步 其實我覺得他 有心拍著那隻金法城誓 不讓他出的 其實是主要原因 怎麼想錯人呢 錯了 金法城誓 這裏不理你了 你封我便離開 其實這裏已經輸了 不過可以順手看他旁邊 黃三的美麗在線 這裏還給他搞一搞 殺錯良民這件事 好了 你看到這場馬 當然他知道他輸了 心不在意 他再加上直路發揮 你看這裏 手都沒有推出去 二號 回來輸兩多萬位 不是他這樣 無所謂 阻礙到我 阻礙到我 阻礙到美麗在線 阻礙到美麗在線 你看被他搞完之後 最後五十米 這裏叫做有些位 都撐回上來 勢也好 這裏根本這場 就沒有跑過了 所以你問我 不過他算厲害的 其實這樣三跌 你打輸多遠 輸兩個位置 兩個位置多一點 在這裏 你問我 你說他最混濁的地方 是直路嗎 不是 他最混濁的地方 在早段 其實他那裏 如果他放出來 他隨時這場 可能贏一兩個新位 輕鬆贏 這場是慢補促 有你前的地 不知道是假的 最後他現在輸兩個幾碼位 這一隻是難看一點的 因為他第一局贏 就是外檔 那時也沒有人想到去放 因為第一局出來後追得厲害 然後放回來贏 然後試過走二碟 望空又贏 後想贏 其實這樣說 公道這樣說 然後試試走四碟 能否贏得到 這樣說 我認為他其實 那麼多場跑得好 他是留住 最後一找到位 二百米爆上來 那場更厲害 那場更厲害 我也同意他可能放 不是他最好的跑法 但是你是因應 放那些是賺的 你是因應形勢的 剛才那場馬一說 現在也賺的 其實這場也慢 你有什麼理由這麼慢 你寧願抓住四碟 這個沒有可能 有時就 可能會被拆騎指示 你誰知道 即是雷神你也被拆騎指示 甚麼 即是雷神你也被拆騎指示 雷神你也被拆騎指示 很難說 真的 但是我 所以你問我 我看到這些 我會猛一點 語氣會比較重 因為你這個 你只能阻擋你這隻馬 關你鬼事嗎 你又不要當我不知道 一來 你和我的馬一 不是一來 二來是你這個 你簡直將那隻馬 連增性的機會都斷送了 你根本都不是說 即是直路 你看到輸了 然後就放棄 都不是這一種 更嚴重一點 所以你說 一場馬 即是混吉的地方 有時真的不是在直路 其實還有很多東西 你說混吉 即是給不給這隻馬 轉腳 諸如此類 不是有些馬自己會轉腳 但有很多 即是看看你勢不細心 以及一出閘的處理 即是那場馬的形勢明明在那裡 然後他刻意釘諸如此類 所以 有了一把尺之後 自己去摸索 其實 不過也要講講提示 然後你播了一段影片 又關不關這事 剛才那段影片 因為這次 不是我講全聖神區 那個就不關事 那個就不關事 說回正路 那個真的看 那個真是結合一個短促 看你一個節目得罪多少人 不要緊 因為雷神不懂得看中文 你這次 你又給了兩場提供 剛才你播了沒有在線 這次又信回去 這次我信回去 即是信回去 而且他跑得混吉 他混吉之下又阻止了 那天都是A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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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半場 好像快地 那線路之星 這樣被人阻止 後來都追得好 那場馬 虧了步速 虧了場地 可以說是 第八場 你給福色三搭四 美麗在線 就搭四號的線路之星 另外也想說說第七場 又握一號全聖神區 是 那全聖神區 可以播播片的 我們看他早兩場的 498 當時還起三班 全聖神區 哪一隻 現在是黑白色格仔衣服 是 11號 這場的步速快 頭三段都平均快 大概快了五、六線左右 現在前面會有三隻馬 當然是全聖神區 在第二搭 守住第五位左右 你看到最後 其實跟前的五隻馬 其實大部份都輸近四個新位 全部都不接近 甚至包括你現在三碟上來的金像 我也當它虧了 因為現在才開到六百米 因為我是三段塊 這六隻馬 其實全部都不見了 其實全聖神區都沒有三甲 但是它是相對 它有三甲 其實最近的那隻 雖然都輸成兩個馬位 前面的馬都沒有了 這一場 其實就蓋了 合火紅心 流到差不多接近包尾來蓋 甚至大盜之精 這場馬都追得很好 這次再出 但是你看到全聖神區 來到這裏 其實這馬都還是 其實你沒有不覺它轉弱 它被人過了 真的開始叫做 好了 停在這裏 其實都已經五十米之內 但如果你相對看回 沿途多的跟前 另外那五隻馬 它厲害很多 前面那四隻可能會虧 但是金像 就不可以說虧過它 我覺得 因為金像是慢慢移上來 還有我看回近期 我發現全聖神區 現在可能有一點點轉了 它前面留著一點點 可能會好一點 就是它不要說放頭去 就是阻斷去扔掉它 剛好這次一來是落死班 二來擺紅人氣威心 還有陸當 我猜他可能都搶 他擺前 但他未必一定要放出來 但這一場馬未必有補足 如果譬如說慢的 那你才放 否則譬如你捉住三、四位 可能那隻對借馬更好 即是現在來說 但是這一場馬未必有補足 他怎樣計算都可以賺 成功財富那些可以擺前一點 所以 還有精明勇俊 還是先放下來 拍下來 你不用特意 一定要逼得太緊要 然後看看有沒有人扣 你留著一點點 可能現在對這隻馬是最好的 那拿些甚麼腳 腳呢 精明勇俊 如果精明勇俊放的 全聖神區跟隨他 這是最理想 起我心目中最理想 所以精明勇俊我一定要拿 這個機會大 因為十三檔 長長四 我覺得他上一次都追得挺好的 他都算是一個已經沒有增性機會的位置 都叫做追回很多 我覺得我會扭回他 這隻馬要弄一弄 另外一鋪中環 這個馬房 我都覺得是比較難捉 總之他今季落四班 贏那一場 其實他都混了半條直路 200米 一落空 一標就贏了 我始終認定他是在四班 有少少超班 我拼他今次 即是跑出那個水樽 十四檔 那些十四檔是差的 但是你看他 他是超班的話 他可能能夠克服得到 我覺得這個馬房有手碼 第七場 重大就是選擇全聖神區做膽 看看貼士表 好 麻煩 第七場 選擇了一號全聖神區 就拿福膽 拖四號的一鋪中環 八號的長長勝 還有九號的精明勇進 這裡福膽買二重彩 就是六柱的 第八場有貼甚麼 就簡單 單棍三號美麗在線 回答四號線道之聲 上次運吉和受阻孖寶 就單棍福息兩柱 福息就要兩柱 好 今天就很多謝你上來 說了很多關於體帶的東西 但其實還有很多是說的 體帶的東西 那就看看下次 日後有機會 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 謝謝大家 拜拜 謝謝